台中一名詹小姐下班騎車回家 經過東興路還有京城南路這個路段的時候 突然覺得脖子有疼痛的感覺 發現原來是被風箏線割傷了脖子 留下一道長約12公分 傷及真皮層的傷口 詹小姐控訴害她受傷的是一名家長 帶小孩在13起重化區放風箏 不過這個地方並未開放通車 屬於管制區域 但每到假日就會有很多人違法放風箏 對此事否則表示 如果有看到民眾擅闖會先勸到 若不配合就會報警處理 因為我感覺繩子的確是從我旁邊滑過去的 然後所以我的手跟脖子就是割過去的痕跡 詹小姐指著脖子上還沒有痊癒的傷口 長長一條的紅色割痕 看得令人觸目景心 傷口大概12公分長 它有環繞到脖子後面 但是深度的部分 醫生是說有傷到一點真皮 如果再下去的話 可能就會很危險 上個月十九號 曾小姐下班騎在東興路上 突然脖子感覺有異物感 她用手一摸 竟然是一條斷掉的風箏線 卡在脖子 還差點害她摔車 轉頭一看 才發現是家長帶著小朋友放風箏 不過地點卻在13起重化區 這裡沒有開放通車 屬於管制路段 民眾竟違規跨越紐澤西護欄 進到裡面遊玩 而每到假日就有不少人來放風箏 那時候大概傍晚五六點的時候假日 所以車流量蠻大的 對然後他們在靠近馬路上的地方放 山路的民眾沒辦法配合 馬上離開的話 我們會就請那個警局這邊來報警協助處理 13起重化區 腹地廣大沒有人管 不但沒有監視器 連最基本的路燈也不多 曾經就有飆車主半夜競速 還發現過施打毒品的針頭 這回又有人放風箏 割傷歧視 要是市府再不重視 恐怕重化區將淪為自然死角 記者潘心以王東山台中報導 新北市一輛民間救護車載著癌磨病患 要送往醫院救治 途中遇上一台小轎車 不但一路尾隨將近五公里 還違規開啟警示暴閃燈 只為了搶在救護車前頭 沿途更違反了交通規則八項 原來駕駛一次熱心過了頭 想要幫救護車開道 但是沒有幫到忙 反倒是自己違規 還一度擋到救護車 一路跟車 對啊 這樣子 白色休旅車沿途閃著警示暴閃燈 緊跟在救護車車尾 讓車上的癌磨病患與家屬一頭霧水 還以為遇到惡劣駕駛被逼車 但其實對方好像只是熱心過了頭 想幫忙開道 時間倒轉回幾分鐘前 白色休旅車猛踩油門加速狂飆 搶在救護車車前 閃著黃燈想幫忙擋車 但只要發現救護車開在他前頭 就會立刻加快車速 與救護車在車道上競速 聽到鳴笛聲之後 他不但是沒有避讓 然後救護車闖紅燈 他也跟著闖紅燈 有點像跟救護車競速的感覺 說是好心 不過這名車主可是一路違規 從台北市環河北路二段開始 一路跟車尾隨到成德路段 整個過程將近五公里 時間長達五分鐘 沿途違規更高達八項 包括不立即禮讓救護車 違法裝設警示暴閃燈 尾隨勤務車輛以及闖紅燈等等 他一直跟在我前面 而且他也是高速在行駛 鑽來鑽去的 那我也怕說他一個緊急煞車的時候 我後面救護車可能會來不及的撞上 再次請救護車 一定一定這樣 民間救護車駕駛說想幫忙很感謝 但如果造成救護困擾 實在不應該 記者李彩珊 林昭賢 台北報導 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在輔選時遭槍殺 總統蔡英文今天前往日本 台灣交流協會悼念 總統留言寫下 感謝安倍對台日友誼 世界民主自由的貢獻 還提到安倍為311贈災紀念 所彈奏的歌曲《花正在開》 總統希望一起努力 讓更多的台日合作開花結果 而行政院長蘇貞昌吊艷時 則感念安倍在國際上替台灣發聲 甚至奔走捐贈台灣疫苗 是台灣永遠的好朋友 在安倍晉三的一向前 獻花鞠躬深深的致意 十多年的老朋友不幸遭槍棋身亡 蔡總統前往日台交流協會 悼念安倍晉三 我們一直都是並肩前進的好夥伴 正如同他所彈奏的歌曲《花正在開》 我們一起繼續努力 讓更多的台日合作開花結果 留言板上寫下台灣永遠的好朋友 感謝您對台日友誼 及世界民主自由 人權和平的貢獻 行政院長蘇貞昌也來吊艷 這位深受推崇的國際領袖 在疫情最困難的時候對台灣伸出援手 他特別奔走出很大的力量 讓日本政府能三度送台灣最需要的疫苗 我們覺得安倍前首相是台灣永遠的好朋友 安倍居中協調贈送台灣疫苗這個恩情 衛福部長陳時中也很感激 只是在寫追思卡的時候 心存感謝的存寫錯了 圖改之後重新寫一次 而日本政府8月將以國葬的方式追到安倍晉三 屆時各國政要都會出席 五方傳出將由立法院長尤錫坤 還有對日事務的台日協會長蘇嘉全出席 這個我還不知道 這個部分應該要尊重總統的職權 上個月蘇嘉全才跟安倍見面 沒想到如今天仍勇格 蘇嘉全質疑之後快速離去沒有多做回應 7月11號總統府行政院等全台政府機關公立學校 下半期悼念安倍晉三 他對台灣的友好跟溫暖 將永遠留在台灣人心中 記者蕭炳 蕭先生台北報導 烏二戰爭還沒有停火 多國持續軍援烏克蘭 而最近烏克蘭軍事媒體 在推特發布幾張破擊炮彈的照片 寫下烏軍從中華民國獲得炮彈軍援 文章還附上了我國的國旗 不過國防部立刻澄清 說彈藥批號跟國軍編碼方式不同 並非我國軍援 軍事專家也分析了上頭的繁體中文字 比較像是日本漢字 桃園炮彈一顆顆排列躺在地上 仔細看上頭印著投信管高級榴彈字樣 乍看下就像繁體字 疑似就是這特徵 讓烏克蘭軍事媒體 聲稱收到我國軍援 近日在推特發出破擊炮彈照 附上我國和烏克蘭國旗當開頭 烏美報道說領土防禦單位 從中華民國獲得一批60公里的炮彈 將由於塞爾維亞遠程破擊炮 但這軍援消息先被我國國防部否認 經過查證照片上的彈藥批號 跟國軍的編碼方式並不相同 相關內容不是事實 國防部嚴正澄清炮彈並非我國軍援 事實查核中心也認為與事實不符 而實際在看到推特該媒體已經刪文 至於網站部分則改為烏克蘭軍方 從一個不知名的亞洲國家 收到了一批60公里的地雷 專家分析媒體口中的亞洲國家 可能是日本 它上面那個漢字用詞用語等等 以及一些那個爆彈引擎 它比較像是日文的漢字 由美方向日方采購 然後供給這個烏克蘭的可能性 比較大一點 預備 爆爆 我國心智召召 三月才模擬60公里破擊炮 涉及訓練 這回傳出軍援烏龍 涉及外交議題也引發各界 高度關注 繼續宣華為財台北報道